今天這一集要自駕旅遊 帶大家去哪裡呢 帶大家去名古屋的慈福鐵道館 經過ETC走紅色車道 順著開就看到KINJO FUTO的停車場 REGORANDO JAPAN REGORANDO HOTELU 然後是停車場 我們現在停的地方 不是自駕啦也沒關係 KINJO FUTO車站也是在這附近 停車場是三樓 踩得出去外面 他們停車場是走一個植物園的概念 然後停好車之後你要嘛去鐵道館 要嘛就去樂高樂園 所以我們要過這個天橋 就是這裡啦 YA 到了 我們大人兩張 然後支付 票價的話大人是1000日幣 小學中學高中生是500日幣 三歲以上未就學的兒童是250日幣 這是收據 收據哪裡 然後這是票 兩張長這樣子 進園之後呢 其實我有看到鏡子攝影的牌子 那它其實主要是不要讓人家倒入它後面 身後那個超巨型螢幕所播放的內容 不過呢這邊為了避免被人誤會 所以我一樓館內是沒有攝影的 那一樓展示的呢 三台全部都是破紀錄的車 破什麼紀錄 破當時最速車的紀錄 像是這台C62型蒸汽機車 這台蒸汽列車呢 當初可以跑到129公里每小時 很難想像時速這麼快的蒸汽機車 它輪子居然那麼大一個 當初運轉起來那場面想必是相當震撼 300系的話呢可以跑到時速443公里 MLX01型的磁浮列車 磁浮列車更高達581公里 那剛剛講到世界之最嘛 所以金氏世界紀錄的證書呢 也收藏在這個館 日本四大鐵道館 東京京都九州還有明古屋呢 今天來的就是磁浮列車專屬 現場展示的磁浮列車呢 是可以入內參觀的 可以看到當初的報導 時速500公里的超電倒車 那其實座位就是蠻普通的啦 二樓的部分呢分左右兩側 左邊是新幹線 右邊呢是載來線 一上到二樓呢只有浮誇 這是我站在二樓的樓頂所拍攝 它二樓呢分有一層跟兩層 這是一層的 歷代的新幹線呢都會放在這裡 還有25台JR東海路線退役的列車 一進來呢就被這個Mohaiti的 刑事電子車給美翻了齁 它的木製車廂 哇真的是太誇張了 電車的10組啊 它時速只有95 跟我們家一模一樣的設計耶 各位你請看 哇好像喔 你看我在家 是這樣的設計人 這邊可以看一下我搬家前的畫面 館內的空間非常舒適自在 基本上你走到你想要進去的車廂呢 就給它彎進去 每輛車都有自己的特色跟不同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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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輯的應該就是現代的東西了吧 這台很像猫猫 根據官方的資料 現場展示了39輛列車 這個我覺得蠻有趣的 建築界線測量車 基本上它凸出來幾隻 就是要測量它經過的地方 有沒有什麼凸出來的東西會卡到的 東海道新幹線Hikari 列車上是備有餐廳的 它是第一條高速鐵路 連接東京與大阪 這個列車上是有餐廳的 它其實有用一些食品模型 像是咖啡、玻璃杯 它真的有示意圖 當初新幹線的食堂車 我們依心可以從這個畫面中 腦補一下當初的畫面 接下來我們來到雙城的車廂 上樓之後就會看到菜單 當初的菜單 看一下研究一下 Hamburger Steak 廚房則是在下層的位置 Kitchen 那這邊大家可以數數 總共是不是39輛 記得把場外展示算進去喔 接下來就是場內的各種體驗設施 往那邊 我最經驗的是這一個 試著移動車輪 我最經驗的是這一個 運轉起來 運轉起來相當的爽快 這邊有各代列車的座椅 700區高鐵啊 台灣的啊 台灣高鐵就用這個 這個大小應該是HO龜吧 你按那個地震發生我看看 看 哇 震波在那裡 哇 它旁邊有一個中繼手跟便電手啦 這動喔 這動喔 喔 地震結束 繼續走 超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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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那麼快 開那麼快 他好像要撞到他了 對啊對啊然後他就是要測試 你看 他就跟你說現在不會撞到 你看啊 這個ATC 他這個有很多HO龜 這個 HHO龜已經比較大了 我玩的是恩龜啦 他們這邊展示的是HO龜 前面應該是HO龜的展示場 哇這演唱會 演唱會有嗎 哇這真的很驚人 很驚人 因為他是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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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超多欸 超多每次 放球 這邊可以花500元體驗新幹線的駕駛 因為我有3D運就先不要了 這好像有幾個叫朋友 這裡有些人 現在有一個小小的 這個對白也很滿快 這隻很穩定 1、2、3 他在模擬那個輪胎轉動 他就是告訴你到處怎麼蓋 中間這一定要先有 這樣子 這樣子 你看啊 正正直氣的時間 然後當然這些都放完之後 對 然後就在這個油 好 好 就蓋好了 好神奇喔 蓋好了沒 你蓋的是這個橋 哇 我要睡著了耶 兄弟你要蓋多久啊 我不會 剛剛那個小孩才蓋5秒而已耶 我別人小孩笨 不知不覺沒走兩個小時 真的 其實還蠻多可以逛的 比方說他可動的部分非常多 他會說這個原理是怎麼運作的 你自己去試 就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這邊是飲食區 然後過去是小寶貝區 再加上可以把小寶貝丟在這裡 這裡的崩歸的巴士也太齊全了吧 這不是我收藏的至少四倍以上嗎 好多便當喔 選擇在那裡 Ace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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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從昨天到現在 我們都沒睡了 為什麼呢 喝咖啡 昨天也喝咖啡 昨天也喝咖啡 因為咖啡在逼我們打 一直逼著 沒事 有肉香 很大的味道 大的味道而已 哼哼哼哼哼哼 脆欸 戶外車廂 很大的休息區喔 它寫飲食OK耶 這裡面是什麼狀況 對啊 來 這就是我們今天做的嗎 高鐵 來看看吧 Viking Diamond 來小把這怎麼唸 如果用和式英文怎麼唸 Viking Diamond 維京鑽石號吧 好啦 我們的鐵道之旅就到這邊為止了 這一個鐵道題材拍的蠻多的 一定要來朝聖一下 據說這是日本四大鐵道館之一 一定要來看 現場其實蠻多外國人的喔 我都貼到英文啊 還有其他聽不懂的英文 大概就有三種 所以平日來的話也是有很多其他外國人 原本只是想說設一個小小的點來看一下 不知不覺走著走著 走了三四個小時呢 四個小時過了呢 千日幣 值得 值得 那我看今天也沒時間做其他事了吧 我們今天等一下還要買晚餐 買完晚餐之後還要找住宿的地點 期待明天的我們喔 不好期待遊樂園的部分 我們還要買衣服耶 好冷喔 對啊 好冷喔 兩個台南人穿的短縣風來 我們的洋蔥寺穿搭衣服都是短縣 我要去看我的小車車囉 遊樂園 遊樂園 ains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